邯郸三名中学生案,真的可以借鉴一下明朝的一故事。 也史记载,明朝时期有两个十岁少年相斗,其中一个被打死,县令命人把杀人者关押至牢房,此时少年并无任何惧怕。 饭点时,县令又命人给少年送饭,并要求筷子一反一正插入碗中,少年端过饭菜,把插反的筷子捋顺后进餐。 县令健壮,赤生,此少年以名势力,当展立绝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仔细想想,还真是这么个逻辑,这三个孩子心理素质远超成年人,手段极其残忍,而且是有预谋的。 从这些其实可以说明不能用惯常的视角处罚,另外还有人是得关注的,学校和班主任的责任不能说完全没有,孩子都打成那样子了,学校还说是意外。 班主任还说班上没有霸凌,这值得关注,一个班上有没有霸凌,班主任应该首先知道,你班主任当然不可能随时跟着学生,但你班上的干部学生是一天和同学们在一起的,若他们知道不给你反应,说明这个班主任当的是不够到位的,这种残忍的行为再次触动了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敏感神经。 尤其当这些未成年人已经触犯了法律,给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,激起了公众的热议,在这样的背景下,人们纷纷呼吁法律因为受害者伸张正义,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古代孩子犯罪刑罚,关于未成年人犯罪,古代法律中有明确规定,如西州的礼法在礼记、曲礼中提到,90岁称茂,7岁称道。 无论道或茂,即使犯罪,也不受刑罚。 州里,邱关,私字中则明确三设原则,第一次赦免称幼道,第二次赦免称老茂,第三次赦免称蠢鱼。 幼道,老茂,蠢鱼,都不承担刑事责任,因而受到宽容对待,而七岁,道,成为一个重要的界限,这一概念贯穿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,如睡虎地勤俭中就有根据身高判定犯罪责任的规定,身高不足六尺,约一米左右,的人免于刑罚,这大约相当于七八岁的儿童,汉代法律规定,年龄未满八岁,非亲手杀人,均不受刑。 到了唐代,制定的,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高峰,后续的律法大多以此为基准,其中对未成年人的。 刑罚有了具体的划分,在唐律书役中,未成年人犯罪分为七岁以下,七岁至十岁和十一岁至十五岁三个年龄段,七岁以下的犯罪者,无论犯何罪,均不予惩罚。 七岁至十岁的犯罪者,对于盗窃,伤害等轻罪,可以通过收属免罪,若犯有故意杀人等重罪,虽可判死,但可以通过上情减轻刑罚。 十一岁至十五岁的犯罪者,对于一般罪行,可以通过收属免罪,而对于故意杀人等重罪,则判处死刑,收属及监护人支付赎金,上请及向皇帝申诉求情。 从唐代起,未成年人的犯罪并非完全免罚,特别是对于故意杀人、谋反等重罪,除了七岁以下的孩子外,其他年龄段都没有豁免权。 七岁至十岁的孩子还有一线上诉机会,而十一岁至十五岁的基本无望,唐代以后,各朝代的法律对未成年犯罪的规定基本继承了唐律书役的原则,但值得一提的是,古代毕竟是封建专制时代,帝王的偏好直接影响案件判决, 而且,无论在哪个朝代,对于涉及谋逆的案件,往往连带惩罚,不论年龄大小,对于七岁至十岁的故意杀人未成年犯。 因为,皇帝需要表现仁慈,一般在街道上寝后会给予宽恕,例如,宋慧要及稿中记载,北宋仁宗佳佑三年,豪州一九岁少年因争斗将一老玉砍死,地方官判死刑并上报皇帝裁决,赵真玉批后,最终决定罚金免死。 此外,地方官员的决定也极为重要,如南齐时,吴兴俊有一十岁少年使得他人遗失前代,被判处死刑并公开示众,在这种情况下,法律成为了一纸空文。 当然,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中,这种极端情况较少见,但帝王意志依然至高无上。 在大清朝,尽管有不足,但清朝皇帝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方面还是显示了一定的清明,例如雍正十年,直立地区一起霸凌致死案件中,被欺凌的十四岁丁启三反击导致霸凌者丁狗仔死亡。 按大清律例,丁启三应受重刑,但雍正皇帝亲审后,判定其情有可原,免于死刑,仅需支付赔偿。 此后,丁启三案成为了判例,雍正十七确立的这一判例,为后来的裁决提供了参考,但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,法律也必须执行刑罚,乾隆时期的判决尤未值得提及。 开头提到的九岁刘米子因小事杀人,由于未满十岁,本有上诉机会,乾隆帝认为,刘米子的行为显露其性格,判决绞刑,从此建立了新的判例,十岁以下犯罪,若杀害年长四岁以上者,才能上诉求情,十一至十五岁的犯罪者,仅在遭欺凌或无意杀人时,才能上诉。 清代的这一法律戏话,对后来的裁判有着重要影响,1779年4月,在四川的延庭县,一名名叫刘米子的十九岁少年,目睹了村里的李子相,在吃烤胡豆,他向李子相索要胡豆未得,遂动手攻击。 李子相仅八岁且体弱,不幸被当场打死,此后,刘米子拿起胡豆,不慌不忙地离开了现场,整个事件被死者仅七岁的妹妹李润目睹,因此,当李子相的父母上告官府时,刘米子很快就被捕并带回,包括四川总督文寿在内的地方官员不敢擅自裁决,于是上报到京城的刑部,刑部侍郎胡继堂也难以做出决断,因大清律律规定,年龄超过八十或不满十岁, 以及重病,若犯有杀人之罪,须报请上级审批,由皇上做最终决定。因此,只能将此案上报给乾隆皇帝做出最终裁决。 古人如何解决霸凌的,古人在求学时代,也常常会出现被人欺负的事情,但是他们应对的方式并不相同,首先要说的就是最常见的做法,默默忍耐,晚清明臣曾国藩,被称为是中兴第一明臣,1853年,他组建湘君, 并在第二年率军讨伐太平军,最终镇压成功,又在洋务运动中起了代表作用,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,在小时候却遭到了霸凌,六岁那一年,小曾国藩就进入了私塾读书,一直到15岁开始考试,期间的九年他都在刻苦读书。 但是有一位同学却经常欺负他,因为他长得比较高大,同学都怕他,他却总是针对曾国藩,当时曾国藩的书桌靠近窗户,他就对曾国藩说,你的桌子放在窗前,把光线挡住了,这让我怎么读书? 他一边说着,一边把曾国藩的桌子踹到了一边,曾国藩选择二忍耐,默默来到了角落里,继续刻苦读书,最终终于考中举人,自此得以施展报复,第二种应对霸凌的方法是先默默忍耐,在四级反超,南宋抗金名将岳飞,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,虽然最终被小人陷害,落得个悲惨的下场, 但岳飞极力抗金,寸土不让的原则,让他名垂青史,是我们后人仰慕的民族英雄,谁能想到,这样一位在战场上驰骋的武将,在小时候却被人欺负呢,小岳飞还没有习武的时候,也是去私塾读书,他读书十分用功,尤其喜欢,佐世春秋,但一位富家的小公子,却很讨厌他,公子家里比较有钱,于是在私塾中也有几个小弟,于是他们就逼着岳飞给他们写作业,岳飞自然很生气,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,他也没什么办法,一直到后来岳飞气闻从武,拜陕西大侠周同为师,习得十八般武艺,当年欺负他的小公子,再也不敢和岳飞打照面了,除了这两种比较消极的忍耐策略,还有人在面对霸凌时,做出了异于常人的反应,东北王张作霖,从大字不识一个的女腿子,到最终做上大总统的王座,他的发家史,值得人们细细品味,在张作霖十一二岁的时候, 也曾经跟随私塾老师,学习了几个月,在这期间,发生了一件事情,直接让私塾老师把小张作霖轰走了,原来小张作霖来上学的时候, 总是带着一把红音枪,磨得赠光瓦亮,冒着点点寒芒,私塾老师杨景震一开始没有在意,但是过了几个月他发现,班上的孩子大多不和张作霖玩,于是把张作霖叫到了身边,问他为何带着红音枪来上课,张作霖也不回避,直言道,高大的同学若是敢欺负他,他就拿着红音枪狠狠地戳他,杨景震听完他的回答, 他,头疼得厉害,觉得这样性情暴烈的孩子,他实在交不了,就是交出来了,以后也是个蛊惑仔,于是就让张作霖回家了,希望严惩凶手,还受害者一个公道,希望年龄不再是逃避法律的免死金牌,这样恶劣的行为应该处以急刑,以警校友。